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一部小金导演说 他拍不出来的电影 来自重来导演的福云 1946年初冬 战败的日本军人和家属 从法属越南归来 没想到国内天气已经这么冷了 雪子身上穿的还是单薄的衣服 雪子在一片衰败的街道里 找到了富刚的家 让雪子没有想到的是 富刚依然和妻子生活在一起 并没有离婚 看到雪子找上门来 富刚有些惊慌 忙着带雪子走出家门 富刚此时已辞去政府的工作 因为不想被人管理 现在在做木材方面的生意 战中期间的越南 雪子来这里做打资源的工作 认识了农领部的技师富刚 这里人人都知道 富刚是个爱家的好男人 三天就往家里写一封信 还总夸要 妻子如何如何好 领导也夸富刚 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一旦接受任务 就不会出错 富刚带雪子来到旅馆 跟他解释 自己为什么没有离婚 刚到越南的时候 富刚很没礼貌 在饭桌上 直接问雪子的年龄 来开一些不合适的玩笑 但嘴巴很平 以退为进 短短时间 两人变相恋了 雪子曾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 富刚却说 不能老想着从前的事 人要向前看 富刚拿些钱给雪子 是要让他离开 不要再纠缠以前了 富刚的妻子 一直在家里懂自己 自己不能伤害他 不管如何 只能分手了 雪子控诉 在越南你可不这么说 你说保证回到日本就离婚 和我在一起 结果我一回到日本 就要受到你这样的对待 无论如何 也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妻子看到雪子的第一眼 就仔细打量了一番 对富刚的事 猜的也是八九不离十 想到此 伤心落泪 富刚在家里显得不耐烦 对妻子说话也没好气 还说 你就是喜欢这么猜来猜去的 怀疑我的话 时间会证明一切 雪子没找到工作 在街上闲逛 姐夫家的弟弟姨元 此时也来到东京 雪子问 你什么时候从监狱出来的 姨元没回答 问雪子 你怎么不回静刚 雪子也没回答 姨元问 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和你一起住 我住行李房也可以的 雪子想到多年前 那个令人反胃的晚上 雪子租住的地方很是简陋 下雨时还会漏雨 雪子再次出去找工作 遇到一个美国人 年轻 温和 大家都是寂寞的人 互相帮助也没什么错 富刚找到了雪子的住处 跟雪子抱怨 妻子如何如何不理解自己 得知了雪子在和一个美国人交往 心胜促意 问雪子 今天我可以留下来吗 雪子说 你今天来就是打算留下来的吗 富刚说 是的 雪子冷笑 别开玩笑了 你就刚刚才想留下来的吧 自己什么事都办不到 还把我当傻瓜 做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罢了 听到雪子这么说 富刚容不把休 问雪子 那我偶尔来玩一下可以吗 也算是我们的情缘未断 雪子拒绝了富刚 可富刚前脚刚走 雪子又匆匆追出去 一元准备留在东京 到雪子住处 拿回了自己的被子 还有三年和服 雪子把被子还给一元 还有脖子上的围巾 虽然心里很气愤 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美国人已经回去 生活用品也被一元要走 在富刚的邀请下 雪子跟富刚到外地跑温泉 雪子说 你要是想听以前的美好时光 随时问我 我已经放弃了 在有心情的时候 两个人就这样见见面 也不错 两人谈到死 怎么死才是最轻松的呢 雪子觉得吃安眠药最好 在旅馆住了几天 富刚钱不够了 卖掉了自己的手表 买家是温泉酒吧的老板 他早有兴趣 于是爽快地出了一万块 买下手表 富刚无意中看到老板的妻子阿杰 人很年轻 看着倒像老板的女儿 富刚的眉目之间传递的情谊 阿杰如数灵晦 当晚就一起泡了温泉 阿杰想去东京做舞女 不想跟着丈夫到东京开什么余电 雪子是痴情 但不是傻瓜 看到富刚的衣服在阿杰那里 就明白了一切 回去之后 富刚仍旧对阿杰念念不忘 富刚承认 自己是在想阿杰 但又说自己已经放弃了 还说 人最重要的就是情感和责任 就像左右手一样重要 每过几天 富刚就不来找雪子了 温泉老板酒吧也在找阿杰 好像是拿了客人的名片 到客人那里去了 正如雪子所料 阿杰也来东京了 和富刚生活在一起 富刚看到雪子并没有吃惊 心理素质很强 连场面话都不想多说 直到听到雪子有了孩子 态度才发生转变 嘱咐雪子 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我会负责的 不管见面之前 多生富刚的气 只要看到富刚 雪子的气就消了 两个人就这样走在一起 就挺好的 医员脑袋灵光 民众精神空虚 这种时候 最容易相信一些玄妙的东西 医员创立了大日向教会 只要把氛围搞起来 别人就会相信的 有钱的傻瓜多的是 雪子问医员借了一万块 打掉了孩子 躺在医院床上休息的时候 从旁边女人的报纸上看到 阿杰被温泉老板杀掉了 富刚是情妇的事情 也被清楚地写了出来 雪子再次找到富刚 富刚面露痛苦 因为阿杰的事 他并没有因为雪子的到来而开心 甚至还说 你应该去和医员一起生活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雪子哭诉一番 终于还是一个人寂寞地离开了 富刚的妻子因病去世 富刚甚至拿不出丧葬费 走投无路来找雪子 雪子拿了两万块给富刚 并出门送了好远 再次见到富刚后 雪子的心里一直无法平静 一连多日总在想着他 雪子终于还是行动了 偷了二十万跑出来 在旅馆给富刚发去电报 富刚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消极面与生活 可雪子见面后 不一会儿就无聊起来 讨论起 怎么死才比较合适的话题 雪子推门一出说 好 那我去死了 富刚坐在椅子上抽烟 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雪子时趣地回来 对富刚说 你就知道利用女人 富刚接着说 因为有像你一样的女人 所以还是当男人好 雪子委屈地流下泪来 不住龙笑 富刚恢复了公职 下周叫到上任的地方去了 是个非常偏远的小岛 叫雅山 会在那里待上五六年 大家都一把年纪了 阿姐也死掉了 妻子也死掉了 富刚想在那个偏远的小岛上 和当地人一起生活 富刚本不愿意带着雪子 可雪子一再哀求 最后富刚同意带他一起 到雅山路途遥远 又是火车又是人力车 最后还要坐轮船 雪子身体本就不好 前段时间又打掉孩子 再加上这次长途颠簸 坐轮船前往雅山之前 雪子病倒了 本以为富刚这家伙 会丢下雪子一个人去雅山 没想到富刚一再改签船票 等着雪子一起 在医生的一再嘱咐下 雪子上了轮船 但仍旧很虚弱 甚至无法站起来 到雅山之后 由富刚的同事们 抬着进了屋 雅山气候潮湿 雨下个不停 同事说 最长的时候 连续35天没有停过 富刚跟雪子说 等你病好一点 就赶快回去吧 这里的气候 对你身体很不好 而且我一旦进山 一周才回来一次 雪子傻傻地看着富刚 富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进山 雪子问 我不能一起吗 我不在的话 你又解放了是吧 富刚笑着说 是啊 到处都有漂亮的女孩子 富刚离开后 晴天就走了 暴雨肆虐着 窗户被风吹得不停拍打 吵得很 雪子起身想要关上 但最终倒在了窗前 富刚匆匆赶回来 看着死去的雪子 百感交集 那时 年轻的雪子 像一只活泼的小兔子 在富刚面前 跳来跳去的 此刻 却已经躺在这里 不能再和富刚说 哪怕一句话 一个字 如果我知道 那时就是最后的分离 我总要好好抱抱你的 尾巴 重赖四喜奈 比小金早三年进入松竹 从道具管理员开始做起 熬了九年 才成为松竹电影公司的正式职员 到松竹的第十个年头 1930年 才拍了自己第一部电影 小金虽比重赖导演来得晚 但来到松竹就是摄影助手 到松竹的第五年 1927年就拍了自己第一部电影 之后 小金很快成了松竹的门面 重赖导演在1934年 也就是做导演的第四年 松竹管理层 实际上就是重护四郎 认为松竹不需要第二个小金 重赖导演离开 并加入了新成立的PCL照相化学研究所 也就是后来的东宝 重赖导演 1905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刺绣工家庭 幼时喜欢文学 由于家庭拮据 小学毕业后 便进入了驻地手工艺学校学习技术 15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 本就平行的家庭 雪上加霜 重赖甚至无法完成 在手工艺学校的学业 在朋友的介绍下 到松竹做了道具管理员 小金1903年出生 比重赖导演大两岁 名门之后 父亲在外经商 父子俩很少见面 幼时就不守纪律 对学校教育尤其反叛 还染上饮酒的癖好 迷恋美国电影 经常欺骗母亲 借口与朋友东山 实际上 跑到附近的城镇去看电影 如果非要说重赖像小金 那大概是和黑泽民比 和黑泽民的夸张比 重赖和小金的确能画到一起 但从两岁的成长经历上 就能看出 虽都是拍家庭琐事 没有千军万马 但两者的烦恼 可是一个天一个地 小金的人物 是中产阶级的小作移情 重赖的人物 是真的为明天吃不上饭而烦恼 举一个小例子 将得清楚地看出 两者的巨大差别 同样是坐在和室里 隔着窗子听雨 同样有烦心事 小金的人物 是坐在温暖明亮的和室里 有热气腾腾的花茶 可口的点心 墙上的西式服装 鼻挺 干净 隔着窗户看雨 院子里的荷花开得正盛 明天要参加一个 朋友女儿的婚礼 听说女婿 是外交部的青年 要送什么礼物和室呢 这可犯了难 重赖的人物 坐在昏暗潮湿的河室里 手边的茶杯缺了一角 喝水的时候要小心 连续几天的雨 每个停的意思 房间里挂满了胃干的衣服 闻起来有些异味 房子很久没有修过 窗户有些变形 雨水被随风吹进来一些 只能拿报纸塞上 父亲的病愈发严重了 不停咳嗽 明天必须要找到活干 米缸里的米已经见底了 静坐听雨 心静自然凉 小金的凉是凉爽的凉 崇赖的凉是透心凉 崇赖导演的这部浮云 则是透心凉本凉 是凉中凉 上海某假机写字楼的窗户里 查理看着外面有些心烦 查理是本地土著 父亲在机关单位 母亲是一所高中的年级主任 自小家教严格 读试重点上斯坦福尽投行 查理晚上被姑姑安排了一场相亲 姑娘是一位政法大学教授的女儿 听说是个学霸 晚上见面聊些什么呢 查理个犯了难 上海某普通鞋子楼的窗户里 威廉看着外面有些烦心 威廉来自苏北农村 父母都是弟弟道道的农民 自己拼了命的读书 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已经三年 可以张嘴 还是一口苏北口音 父母召集威廉的终身大事 但威廉看不上相亲 自己认识了一个苏男姑娘 样貌 谈吐都是极好的 晚上还约了一起吃火锅 但这个月不能去海底捞了 威廉的爸爸在工地打工 摔伤了腿 妈妈生病了 家里还要盖房子 弟弟的学费也要交了 这个月的信用卡 已经透支了六万块 海底捞有哪些缺点呢 威廉在搜索引擎 打出这几个字 网友的回答千篇一律 贵 怎么才能体面的换一架火锅呢 威廉可犯了难 剩下来的 阳光刺眼 高温卓人 造得很